普京点名中国、巴西和印度 说这三国是俄乌和平谈判的关键力量 然而随着美国政策风向可能转变 乌克兰盯上了日本 乌克兰驻日大使近日参拜了禁国神圣 想借日本填补援助空缺 但这样做只会触碰中国的底线 大家好,我是石阳岳 欢迎收看本期的实话实说 在俄罗斯远东城市弗拉迪沃斯托克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海参马 近日举办了第九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 在这场会议中 俄总统普京在被问到 哪些国家能在俄乌冲突中扮演调节者角色时 他提到了三个国家 中国、巴西和印度 在普京看来 中、印、巴三国都是公正可信的调节人 能够在未来推动俄乌冲突和平解决中扮演关键决策 他还提到如果乌克兰愿意谈判 他本人也是可以的 那么为什么普京提到的是中、巴、印三国呢? 虽然中国不是俄乌冲突的直接当事方 但始终站在劝和促谈的一边 中国多次派遣特使 穿梭在各国之间积极斡旋 力求以客观公正的立场 为和平贡献力量 中国的立场非常明确 推动对话促进和平 巴西与中国在乌克兰问题上的这个立场不谋而合 都认为对话谈判是解决冲突的唯一途径 中、巴两国支持在各方平等参与的前提下 召开一场实际合适的国际性的会议 讨论所有和平解决方案 至于印度呢 作为俄罗斯国防工业的重要市场 同时与美国保持着密切的关系 俄罗斯也是希望通过印度来激励美乌双方 拿出更大的和平谈判意愿 有美媒对此指出 这可能意味着俄乌谈判将通过一个多国调解联盟来进行 在这一点上呢 乌克兰也有自己的想法 他们希望调解联盟中要有一些亲俄的国家 意图借此呢 推动泽连斯基提出的所谓的和平方案 该方案的核心内容啊 包括要求俄军全面撤离乌克兰所宣称的主权领土 并恢复至1991年乌克兰独立时的国界 然而啊 该方案早已遭到俄方的严厉批评 被称为乌克兰不切实际的幻想 还有俄官员提到呢 泽连斯基的这一方案就是在做戏给美西方看 显示他在寻求和平解决冲冲冲的姿态 但恐怕美国留给乌克兰的时间不多了 有观点认为啊 如果特朗普再度入主白宫 美国对乌克兰的支持会大幅的缩减 特朗普此前就说过 他一旦当选将迅速推动俄乌达成协议 这意味着乌克兰需要接受现状 放弃对俄战领土的诉求 特朗普的副手万斯 也反对继续向乌克兰提供财政援助 他们两人的态度啊 在共和党内部还赢得了广泛的共鸣 他们批评拜登政府 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 给乌克兰提供了大量的援助 为乌克兰花了太多的钱 面对美国可能的变心 乌克兰呢将目光投向了日本 前几天啊 乌克兰驻日大使科森斯基 竟然参拜了日本的晋国神社 乌克兰大使馆呢 还试图美化此行 称其为缅怀为国牺牲的勇士 相信乌克兰方面有些人也清楚 这么做会惹怒中国及亚洲其他国家 但还是这么做了 这不过是因为乌克兰现在需要日本 在当前战场形势日益严峻 西方援助日渐减少的这个背景下 乌克兰只求能迅速填补援助空缺 而日本凭借足够的经济实力和科技优势 以及与俄罗斯之间的领土争端 成为了乌克兰眼中的救星 但乌方这么做 就是在公然挑战中国人民的历史情感 冲撞中方的底线 实在是不地道 如果乌方企图通过其他国家的参与 增加和俄罗斯谈判的筹码 那也是竹篮打水 一场空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您观看 也欢迎您查案点赞和转发视频 我们下期再见